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這個因為竹科的關係 竹北現在房價真的是蠻貴的 那這個傑敏就去看了房子了 然後呢 沒有 其實我是在這波房價 還沒漲之前去 因為我說出這個數字 可能北部的聽眾說 這也不是很貴 但我要說一下兩年前 其實竹北房價沒有那麼貴 好像最近已經上億的 幾億都出現了 那甚至有人炒到六七十萬 一坪的都有 這個是 我剛到竹北的時候 一坪才十三萬 現在隨便一去都是四十起跳 然後五十六十七十往上加 我就媽呀這什麼鬼 好 那我那時候是這樣 我講的是三年前 那如果知道竹北市 它有一個叫 其實它已經不是竹北門牌 它是那個新埔門牌 那有一個叫做就是藝民廟 那很多的都有去參拜 那後面有個山坡地 那邊就是所謂的美式別墅區 那邊都是有庭院 那房子還算不錯 那我們當然就 因為我假日的生活 就是到處看房子 這是我的 就是生活唯一的樂趣 陪著我再去看房子 那我們知道那個建案 其實已經講很久了 我們每次都去看 哇 又是鋪很多的這個花草樹木 覺得這個房子應該是不錯 買不買也是一回事嘛 那天我跟我太太 吸血來的草就開車過去了 那一停下來的時候 當然有門禁嘛 就警衛就出來 警衛打扮得也非常就是非常整齊 然後那我們開的車子 也不是什麼普通車啦 那第一句話說 你有預約嗎 就是很標準的嘛 你在北部買豪宅 應該也是有預約制度 那我們就說沒有 我們就是聽說這邊建案還不錯 我們想來看一下 我說我太太旁邊聽 然後這位警衛就很 這位這個保全就很客氣的 說這句話說 我們這邊的房子呢 大概是三千六百萬起跳 那三千六百萬是最便宜的 那不見得買得到 那如果你覺得 你可以買到這個價位以上的房子呢 我歡迎你進來看 如果你買得起這個價位的房子 對 還不是 還不是Sales 對 那就是保全 因為他不想浪費時間 那當然我跟我太太太 就相看一眼 我就把車子就開走了 走了 然後那個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我說實話 這個就跟你剛才說的這個 竹客嗎 為什麼你不跟他講說 你這邊有加一個零的房子嗎 對啊 沒有啦 我們其實看房子是樂趣啦 我們也不是說真的要去看什麼房子 坦白說我自己的房子 也沒有比那邊差嘛 我們也是有庭院的好不好 鄭大哥我曾經也有買房子 就是有點像傑民哥那樣的經驗 對 但是我我就是就是很氣 所以我就買了 算我為了要氣一個房仲 我就買了這個房子 為了氣他 對 因為我大概十年前吧 那時候就是新莊復都心嘛 然後就變講說 那個是距離那個 反正當然現在有積結啊什麼 那時候就是在講未來嘛 就是一個重劃區 那他就是新北市的信義區這樣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新版特區已經在起飛了嘛 他就說這是第二個新版特區 就是在新莊復都心 那當然那時候我也有 就是一些建商的朋友 反正就是有講說 如果你想買房可以來看 不過那時候都是一片荒草 就是還沒有開始蓋 只有零星的幾個而已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建案 就是那是我朋友他是幫忙做代銷 他說如果你要來 你打電話給我 我找人接待你這樣 但那一天我其實就是回我岳父家 我就穿的短褲 然後一個Polo衫 穿夾腳 不是夾腳脫 就是一般的海灘拖鞋這樣子 因為我只是去我岳父家吃個飯而已 我也沒有特別裝扮 然後回去的時候呢 就我太太那時候還沒有生老二 就是老大而已 然後我就跟我太太說 那你們不要跟我 因為有點下雨 我說你們不要跟我騎摩托車 你們坐車回去好了 我就自己騎車 也不知道為什麼 心血來潮就騎到了那個地方 我也沒預約 我就穿著短褲拖鞋 然後還穿雨衣 然後就停到人家的那個 接待中心門口 然後我就把雨衣脫掉 我就這樣走進去了 然後走進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代銷的小姐就出來看我 我就說先生你是要找人嗎 我就說沒有 我想要看房 你要找人嗎 就沒有我看房 你要看房 他就那也沒有鄙視 但他就是有點 不太相信我是來看房的 那就是好 那你這邊先坐一下 結果我就一坐坐了二十分鐘 我就看他回去 他的那個櫃台一直在講電話 我就坐在那邊 我看也沒有其他人 那他們有另外一個小姐是站在那個門口 要接待的 然後突然又聽到他說 請問要看房嗎 就這個在門口的小姐這樣講 那我就余光看到坐在櫃台裡面 那女生就這樣子抬頭看了一下 那個進來是一對夫妻 男的穿著西裝筆挺的 然後女生呢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看房 戴一個頭花巾的 就是貴婦的裝扮嘛 就是有一個頭花巾在上面這樣 對我們來看房 結果你就那個坐在櫃台 就一個弓箭部去攔截 那個應該就是菜娘 我覺得他去攔截他 就說你那個我來我來介紹就好了 請問要看什麼樣的房子這樣 就很熱情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怎麼不來理我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算了 不要看了 而且我一定會打算 要跟我的朋友抱怨 你們的小姐怎麼可以這樣 大小眼 那玩了之後我起身要走 另外一個那個比較慘 因為他本來以為我是 那個前輩的客人 他就說先生你是 我們某某小姐的客人嗎 的朋友嗎 因為他看我坐在那邊坐那麼久 而且可能我穿起來不像看房子 我說沒有我是在看房子 然後他那時候看我一下就說 我覺得你好面熟 我說你不是往傑民嗎 傑民要去看車看房 都沒被認出來 我們怎麼可能被認出來 他就說 我覺得你好面熟 那是十年前 我就說沒有啦 我大眾齡 好好好 那那先生你需要我幫你介紹嗎 我說可以啊 你幫我介紹一下 然後他就大概講完 其實我已經是要買那個房子 是我沒去看過 他跟我介紹完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我就跟他講 所以我在看房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房子還不錯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你來買 我給你最底價 那時候本來一瓶 他們售賣價是三十六 三十七萬 你賺到了 他說志偉你買三十三萬就好 你賺到嗎 不可以跟別人說 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說 你小姐賺到跟我說三十七萬 你說你放心我會處理 我說好 那我就直接簽約 他說對 你就簽約 我會給你處理就對了 我就順帶跟他講說 你有一個小姐賣 我請Deko來看房子 他都不可以幫我插 把我丟在旁邊 大家 大家 你告訴我 我說我待會問名給你 我就掛電話了 然後掛電話之後 你知道他們賣榜成功 都會廣播你知道嗎 因為我已經要買了啦 只是去看一下嘛 假設是黃醫師幫我 刷檔注定十萬塊 幫我處理的嘛 對啊 然後他就是 我就說好 我們就直接簽約 他說這麼快嗎 他就有點驚訝 感覺好像他一個月都沒有開市 我是他的第一個開市的客人 他說好好好 你就發現他在拿那個 那個訂單要給你簽的時候 手還有點抖這樣子 難得 對 能夠成交 對啊 我們就買了那個房子 然後他就廣播 就是恭喜迪先生 什麼A三幾樓這樣 我買十樓吧 然後他講恭喜 看不出來這個客人會承擇 酷的客人 你知道那個那個原本 還在看我不起的 看我穿短褲的小姐 他他就想說是哪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是我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臉 不可置信 你就發現他還在跟這個 他認為會買房的人 在那邊講半天的時候 人家這個菜鳥已經成交了 對不對 然後我就過去 我就過去走從他旁邊飄過去 剛好那個客人 可能有一個去上廁所 我就會跟他說 我認識你們王襄禮喔 然後他就他就他就嚇 他就他就是那種樣子的表情 就是你沒有跟他說 我有去告狀 我是沒有這樣講 我說我認識你們王襄禮 但是我已經跟他講了 你都不理我喔 對啊 後來就當然我再去的時候 因為你要再簽約 就是要先刷地嘛 然後你要再去付一成嘛 那我再去的時候 我就有帶我太太去 那當然我回去跟他講 他說你幹嘛買啊 被人家這樣大小眼 我說算了啦 人家一瓶要給我三十三萬 被大小眼一下無所謂 我再去的時候啊 那個人三百六十度 不是一百八十 三百六十度的態度大轉變 而且還說 狄先生不好意思 我有眼不是泰山 我不知道你是那個 我們媒體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那個我同事之前 你跟他講 我盒子是泰山 我住泰山好不好 你跟他說謝謝他跟你大小眼 所以你就決定買了便宜的房子 因為那個地方房價 至少每名賺到十幾個月 我買這個房子是為了復仇 我跟你講 所以真的 我就覺得 好啦 謝謝你啦 不過復仇也是要有實力 對啊 那個復仇的感覺怎麼樣 很爽 但後來就被奢侈稅卡到 好 那麼這個最近 聽說有很特別的選美 叫做世界夫人選美 那麼這個 黃醫師真的有這個事情 對 其實他並不是最近才開始 只是說臺灣的話 我是最近才真的從媒體上看到 他實際上是一個創辦於一九八五年的 世界夫人選美比賽 然後他是以這個美麗智慧優雅博愛成功 為這個宗旨 然後以這個公益跟慈善就為核心 然後創建一個就是讓已婚婦女的一個平臺 可以為社會服務 然後也可以展現自己的這樣一個選美活動 對 有 所以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這個要 就是說在比賽的時候要比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目前 因為你知道嗎 世界小姐選美都是要 比方說機智問答 或者是要穿著比基尼 看你的身材 三圍等等 沒有錯 我就是我就研究了一下 這個選美活動 因為我各種選美活動都會研究 你想 不是 因為這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就是說我研究的結果就是 他們還是得要穿禮服 然後就是頭髮梳得很好 然後同時呢 可能是因為贊助的單位 還是有這個旗袍協會 所以他們還是要穿這個中式旗袍 所以確實也有展露身材的部分 不過他們是否認就是說 他們這個選美的標準 並不是以這個臉上的皺紋 美麗或者是身材 我覺得他好像是比較強調的是 那個成功 就是說因為一看這個之後 其實我們就想要知道說 你說已婚婦女 可以報名這個世界夫人 可是為什麼不是世界太太的選美 是世界夫人的選美 所以後來我去看一下 他的這個組成分子 其實是有一些門檻的 這個門檻依然就是說 比較這個世俗的期望 比如說可能是某某的理事長 可能是某某的董事長 雖然是女性 但是是在他商業的成功的 那個領域的女性 所以我非常震驚就是說 原來就是說商業成功的女性 然後顧好了這個家庭 顧好了這個老公 小孩 員工之後 其實他們也非常的渴望站出來 然後有一個自己的舞台 然後穿上就是 因為我覺得台灣可能比較不流行 那種歐美的禮服 或者是一些社交場合 比較隆重的裝扮 然後顯然他們可能會想要有 這樣的機會 然後也隆重的裝扮 然後也戴上這個櫃罐這樣 然後這是變成是他們自己的一個肯定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作為一個太太 要離一個家把他離到成功 這也是不容易這樣 不過他在評比上 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沒有 就是我一看到這個 其實我第一個聯想是說 那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社會真的很現實 這個現實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都會聽美女講話 可是我們不聽仇女講話 所以為什麼需要選美 並不是說去說她不好 而且這個社會竟然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戴安娜王妃 她沒有去關懷艾滋病的話 那艾滋病能夠受到大家的重視嗎 所以如果女生不讓自己的外表看起來很好的話 她講的話有人要聽嗎 有啦 外表美 或者是你散發了一個氣質很優雅的內涵 這個也是一種美 所以其實就是蠻 我是覺得是蠻嚴苛的 就是說她還是一個非常 就是對女性的期待 你看什麼美麗智慧什麼優雅 其實她的期待的標準 還是比較狹隘的 那只是說我覺得我也樂見就是說 雖然還是受到這個傳統的這個狹隘的期待 但是至少她們是有力量的女生 然後有力量的女生沒關係 滿足自己的這種需求的同時 她也去做公益 去偏鄉 我覺得其實頂好的 了解 來 這個洪偉是洪偉有在賣紅酒 是 她開始參酒館 那麼你的有一個紅酒群組 是 那這個有很特別的人加入嗎 是 因為一開始我們就差不多約莫十二個人 在十多年前 我們自己因為開始瓶紅酒 那我們想說就自己弄一個群組 那時候我們規定就是每個月 我們會找一個中間價位的餐廳 約莫一個人的餐費差不多一千塊 到一千五左右 那時候大家經濟能力可以負擔得起 其實也是不錯的酒 其實算不錯 那我們的酒款部分 我們可能會先去挑一個產區地塊 或葡萄品種做盲鷹比賽 那酒的價格當然我們都會去規定 每個月聚餐的酒款 可能在約莫一千五到三千左右 對我們來說 那個就是一個大家興趣的同好會而已 但他只是說為了有一個目的性 大家每個月可以相聚 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 對於酒的想法而已 那約莫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因為我們這個同好會在這個圈圈 葡萄酒的圈圈有打響一些知名度 那相對來講就會有一些比較資深的酒友 甚至有一些比較有能力的酒友 想要一起來參加 他覺得我們這個是很好玩的 而且幫我們認為是小朋友 那後來就有一些 這十二個裡面就會邀請一些 比較資深有錢的這個酒友進來 那一開始我們大概也很興奮 因為畢竟對方是得高望重的 那每一個月的聚會 他都帶那種一兩萬塊 兩三萬塊的酒來 那我們想說 我們只是花一千塊到三千塊的酒 我們竟然可以分享到那種幾萬塊的酒 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 每個月會很期待的事情 但後來相對來講過了半年左右 開始變職了 那這個資深的酒友 因為他自己每天到外面吃吃喝喝 那有很多的好的餐廳 是我們這些菜鳥訂不到的 那他就覺得說 我們竟然每個月這麼難得要聚會 他就希望說能夠吃好餐廳 所以變成說後來好幾次 他有時候在群組發說 我今天有找到這個餐廳 就是可能下個禮拜 那因為大家在忙 因為每天在那邊訊息傳來傳去 大家都會關禁營 他那時候的好餐廳 可能要當天就要決定 那因為我們沒有回應 他就把這個餐廳 就把它預訂下來了 電器也都付了 等到我們看到這訊息說 傻眼 一個人的套餐可能要五 六千塊 已經超出我們的預算了 結果後來變成 我們大家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再加上 他後來就開始嫌棄我們的酒 為什麼每次都在幾萬塊的酒 為什麼你們都只帶一千到三千塊的酒 大家心甘情願的 對啊 那就是後來這整個的 這樣子的群組開始已經變職了 變成說以他為主導 他甚至開始就開始排擠 某一些不參加的人 甚至就像前面所講 他就把他提出群組 搞出大家後來就真的就是不歡而上 那蠻飲他真的都懂最高級的酒嗎 他只懂 因為酒那個錢的味道而已 對啊 他看價錢在買酒吧 看價格 所以後來就大家 真的都非常不開心